財經方面 稅務局公布的報告指國民因為沒有按照規例去交稅 令到稅局在2018年最少收了180億元的稅款 甚至是多達230多億元 石潤新的報道 CRA的報告指出 報告中所指的稅務差距Tax Gap 是指如果國民和企業根據稅務規定提交稅務優惠之後 繳納該支付的稅款 以合國民和企業現在沒有按照稅務規定交稅兩者的稅收差距 根據報告內容 在2018年 聯邦政府的稅收總差距 估計達到351億元至404億元之間 但經過稅務局的追討之後 令稅收差距所拆至181億元至234億元 佔聯邦政府稅收7%至9% 就是如何計算稅務差距 CRA方面指 主要有兩個方面 包括個人和企業沒有按照規定報稅 以及沒有按照規定交稅 在2014至2018財政年度期間 有大約八成是因為沒有按照規定報稅 另外有兩成是因為沒有按照規定交足稅款 導致出現稅務差距 其中在個人方面 有七成是因為報稅漏洞 另外有三成是沒有交足稅 在企業方面 稅務差距是因為有九成半的企業 沒有按照規定報稅 只有5%是因為沒有按照規定納稅 CRA方面更加指 在2014至2018年間 國民和企業合共欠加了1112億元的稅款 稅局平均滿年少收了200多億元 放進去 我按照片 封吃